陈美贵设计师用心倾听客户喜好及需求 柔软的态度与充分的双向沟通 创造空间无限的可能 在符合居住者空间机能需求的前提下 彻底实践美学主张 赋予空间生命力与表情 未处黄金地段的捷运贡购宅 需要善用每一寸的空间 才能拥有最大的品效 陈美贵设计师如何发挥收纳规划功能 成就时尚新古典风格呢 今天我们要带观众朋友看的这个房子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可能有十户人家当中 其实会有超过五家 甚至是一半以上的人 喜欢新古典的风格 因为很多人希望家里走进去 会有一种比较富丽堂皇 或者是家里有装饭过的感觉 我们看到屋主今天的风格 他一直以来都喜欢新古典 对不对 是的 没有错 那他其实这位屋主 他已经有过好几次的装修的经验 那一直以来也都是以新古典 为他的一个选择 那这一次呢 他其实是看到我们之前 在景美的一个案例 那我们做的新古典 他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们进一步 有帮他来规划目前这样的一个屋况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物件呢 我帮他规划的一个风格设计 虽然是以新古典为主 但是我们还是帮他搭了一些 时尚的一些元素进去 比如说像在中岛的部分 我们就搭配了一个 比较靓丽的一个马赛克 包括我们的餐桌上方的一个吊灯 那它虽然是一个水晶灯 但是我们抛弃了传统的一个水晶吊灯 我们就用比较时尚的一个圆形的一个吊灯来搭配 OK 所以它在新古典当中会有一点时尚的滑丽的感觉在里面 但我有发现你坐的空间 姑且不论什么风格 你还是会给家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你还蛮在意这个家住起来要立九明星 是 我一直觉得说这个家要有活力 其实灯光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灯光的一个设计 我在公共空间的部分 一定会加了一个基础光源 那基础光源要感觉亮丽一定是要靠成板灯 它的一个氛围会比较均匀 那有时候我们会随着不同的心情 需要有一些不同的光源来衬托 那我们还是搭配了很多碧灯 小砍灯 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灯光 来作为我们在一个时间的一个选择的灯光 好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呢 地段真的好到不行 就走下去就是一大堆就是常常会报导的 那种著名的好吃的都在这附近 是 然后是一个在捷运共购的房子 但是通常我们都知道捷运共购的房子 那个瓶效啊 真的一定要斤斤计较 因为它地段这么的精华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房子的瓶效一定要找 设计师帮你发挥到最大 你才会觉得这个房子买是非常值得的 是 那像我们今天的物件 它其实是一个新城屋 那建商给的时候其实就是三加一房 难得耶 是 但是我们实际的瓶数其实只有37平 又扣掉前后一个大阳台 所以能够给室内的面积其实并不多 尤其在两个小孩的房间 其实是空间都不大 不到三平 可是因为我们卧室的一个需求 其实需要很大的收纳量 包括小孩子的需求 一刚开始就有提到说 它需要一个大的一个桌面 那在一个不到三平的空间 我们如何去规划这么多的元素 那所以我们在一个动线上面 就有建议它把原有房门 位移60公分来足够的收纳 那所有的床我们都靠边摆 包括我们的大书桌跟床头柜 都做一个L型的规划 让我们的一个空间又不失掉说 避免拥挤的感觉 又可以得到很大的收纳 所以洞只有洞在门 是 一个60公分 然后门后方的那个深度 刚好家里衣柜的收纳就都够用了 是 好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捷运共购的房子 其实每一坪都斤斤计较 那么今天的空间做起来大 明亮 通透 而且是大部分人所喜欢的新古典风格 是 今天如果以捷运共购宅来讲 扣完很多的公社前后阳台 室内如果还有37平的话 算是大的共购宅了 可是在空间里面 我觉得陈设计师还有用他设计的手法 让这个房子看起来有那种更放大的效果 对 那其实在餐厅原始的格局当中 其实并不大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一个重新规划 就从玄关结合餐厅的一个面积 让它有一个放大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在颜色上面 我们就从地板的一个深色 拉到我们的中岛的一个背墙 我们用了一个金属马赛克 来带出它的一个古典奢华感 那么照你这样子 我看了一下 其实原始格局图 我大门一推开 其实我全部都看完了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还是帮客人做了一个 一小区的一个玄关 所以我们一入门 还是留下一个适当的一个转身的一个动线 然后加做了一个鞋柜 那在鞋柜的背面 我们去把它贴了一个明镜 让我们的沙发的一个空间是有加成的效果 那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的一个涌色 我觉得蛮棒的是玄关跟餐厅这一块 不管是地平或是木皮 你用的比较深色 可是到这边的颜色变浅 我就觉得有那一种突然放大 对 在我的一个暗场当中 我很喜欢用颜色的对比 来让空间有一个加成放大的效果 当然我也很喜欢用一些明镜 和灰镜玻璃的材质 让空间显得更加的通透和宽敞 包括我们这一次玄关的设计上 我们也安排了适当的一个穿衣镜 好大喔 对 加上它的金线板 古典的味道就更加的到位 当然我们在玄关区的一个配色 是以深色木皮为主 但是我们巧妙地搭配了一个微影湿镜 那让整个空间就更加的有亮点 对啊 一片深色当中 那个真的会是一个亮点 华龙点睛 好 那么刚刚你就有说过 其实在原始格局当中 餐厨区本来就不大 那你让它跟玄关结合 空间就互相帮衬 然后我还蛮惊讶 在不大的状况下 还可以摆中岛 还可以摆餐桌 对 那当然中岛 当初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客人有提到说 它本来是很希望有一个 开放式的一个餐厨区 但是现有的一个现况 是不太可能的 那刚好我们也有在一个原有的材质 重新帮它做一个太旧换新 所以我们就借用现场原有的 一个管线的一个布局 我们重新帮它加了一个水槽 和电源 那我们在这一个空间 帮它加了中岛 满足了它想要有开放式的 餐厨的一个感觉 然后前面再搭这个餐桌 所以我这样算一算 做八个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中岛 可以有辅助的一个功能 OK 好 那在餐厨区这个地方 当然免不了一些餐厨收纳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你今天 妈的餐厨柜做得真的好美 是 因为我们想要保持 这个空间的一个宽敞性 所以我们在客厅跟餐厅之间 我们并没有特别用柜体 或者隔间去区隔 当然我们在餐厅的一个收纳 也是相当必要的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 深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帮它搭配了适当的一个收纳 可是因为我们在新古典里面 其实镜子和玻璃和展示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所以我们并不是 所有的一个门片都去做收纳 我们在左右两侧 我们安排了一个展示 那在中间的部分 我们是做了收纳 可是我希望整个空间 是可以呈现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我在整片的柜体上面 我是使用了镜面 来做一个空间的秤底 我看了一下 就是在展示柜底的部分 是用棉镜嘛 是 但门片上的镜子就比较温暖了 是 我们在镜子的部分 我们用了擦镜 而且我们在每一个镜子的一个周边 我们把它加做了一个磨边 让它的一个立体面 就更加的呈现出来 所以也还蛮有精致感的 是 做我这个位置呢 其实认真看到它门片上 反射这一盏水晶灯 是 我觉得光这样看起来 它的画面本身就已经蛮震撼 然后是有那种新古典 然后又带有现代的华丽感 是 刚才呢 陈设计师有说啊 它其实在空间里面 蛮擅长用颜色深浅的对比 让大家会有那种空间放大的效果 因为有比较就会有放大嘛 果然喔 其实你从玄关残储区 跨到客厅的区块 突然就明亮 而且觉得空间是大的感觉 是 那我们在客厅的一个底色的部分 我们用了大量的白 包括地上的白延伸到墙壁的一个大理石 我们是用了白色 可是如果整个空间都是白色 会让整个空间会感觉浮浮的 所以我们在电视柜的部分 我们就用了深色的部分 把它压重 让它有一个比较沉稳的感觉 包括沙发的部分 我们就挑了一个比较深色的一个咖啡精 那也比较符合新古典的一个色彩 那在我们一个软件的部分 我们就挑了一个深色的壁画 那它是有一个景深的效果 那让整个空间在一个色彩上面 就会达到一个平衡 那我们窗脸的颜色 当然我们还是用了一个比较素色 我们没有用新古典常用的一个华丽的感觉 那当然素色在一个使用上面 它会比较耐看 可是我们用了一个深色的一个色彩 去让整个空间感觉到比较不会那么的浮 OK 好 所以空间当中颜色拿捏得宜 空间会有放大的效果 同时也会有所谓的重点存在 那刚刚你有提说两个小孩房嘛 你就是移了房门的位置 所以每个小孩房都可以有一个60公分深的衣柜使用 那么格局除了这个地方有洞之外 听说我身后这边也有对不对 是 因为我们的一个餐厅其实并不宽敞 那它的走道又嫌太长 所以我们在书房的格局 我们是把它往后退了30公分 那多出来的30公分 当然我们就可以给吧台椅来使用 那同时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走道 感觉也变比较短 就不会感觉那么的细长 退缩书房墙面使得走道变得宽敞 再加上穿透的玻璃隔间 光线和视线都无阻碍 而空间不大的书房 除了阅读书桌之外 休憩的卧榻下方也有抽屉的收纳机能 一旁整面的柜体 也可以补足卧房衣物的收纳量 利用多功能的书房 发挥捷运供购宅的最大评效 今天这个房子啊 整个公共空间看起来就是一个标准的新古典风格 带点时尚的感觉 但屋主是两个宝贝儿子嘛 是 到男生的房间 你总要给男生喜欢的感觉 对不对 是 那因为我们其实公共空间和主卧 是设定的就是一个新古典的风格 可是年轻人一定 尤其是男生嘛 他不会喜欢新古典的感觉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当初规划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讨论到 所以我们在男生的部分 我们就是帮他设计 简单 俐落 但是色彩上面是他们所喜欢的一个色系 我们是帮他规划了灰色调 冷裂 比较简单的一些线条 去带到他的一个空间感 那个木皮的颜色男生一定喜欢 是 那个木皮我们是用灰色的一个橡木皮 那包括地板的部分 我们是用了防骨砖的撒岩灰的一个材质 OK 那么今天的空间里面 其实走道已经被你说到最短了 是 但是当然走道的底端 我们要看到一些端井 这个端井的设计 刚好好像是主卧的门对不对 是 那通常我们会在走道的一个布局上面 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刮一幅画 可是我们今天这个物件的走道底 刚好是它的主卧式的门 可是我又希望这个门它是一个暗门 不要让客人觉得说我的走到底 就是通到我的主卧式 所以在这个门的一个设计上 我们就帮它延续了我整个空间 白色的一个基地 可是我在这个门片 我帮它加了很细致的一个金线版的花 然后再去找我们适合的一个尺寸的一个抽象画 把它相砍进去 所以它这个隐藏的端井本身也是一个门片的部分 是 好 我觉得在主卧室的部分 其实就是做到让它视觉看起来统一 然后是一个舒服的睡眠区 其实这样的主卧室就在营造成功了 是 那因为我们的一个空间其实不大 那又要摆很多的一个收纳 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衣柜的部分 是在床尾我们做了一整排的收纳 当然当中我们还是有做了 我们部分要需要的一个电视柜 对 可是我希望整个色彩的呈现它是一致性的 所以我们在电视柜的设计 我们是帮它做隐藏 当我的一个电视柜门关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的壁橱是一整体的 而且我里面的线条是整个有延续性的 从我的衣柜延伸到我的右手边 其实是通往我属浴室的门 那包括属浴室的门 我们也帮它巧妙地做了一个暗门的一个做法 当我厕所门关上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壁板 说真的当门片关起来的时候 你的这个空间看上去其实 有一个整体性很俐落 而且色系就很简单 对 我们在色系上的安排 就是新古典我们是用摆设为基点 那在我的床后方 我们没有特别用一些古典的绷布 也没有加一些特别的线条 我们挑选了一个非常温暖色彩的一个壁纸 当然壁纸的图样 我们是选择就是 比较跟新古典是一个配合的一个图腾 那包括我们的一个床座 我们是挑选了一个比较浅颜色的一个皮革 但是我们在一个床头柜的部分 我们一样采取了一个黑白对皮的一个颜色 把它衬托出来 那整个空间其实宽敞 温馨又明亮 所以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边 应该会想说 原来新古典的空间 我个人对这个房子的印象是 我喜欢它捷运公共的地点 我喜欢你帮它评效地利用 还有整个空间设计出来的这个收纳 最重要的是空间里面灯光的明亮 会让我对今天这个新古典的空间 留下很有精神的新古典空间 是 透过妥善的空间格局划分 陈美归设计师以多年的经验 将精华地段的捷运公共宅 发挥最大品效 不仅让动线和收纳机能完善 更让新古典风格 带有利落奢华的时尚元素 成为历久明星的家